读经时若有人来了 经读了一半 是在借读读还是重读 借读读是否下一半经就不要读了 既没功德也没福德 你对于功德福德的执着太重了 何必想着什么福德功德呢 你读经的目的咋呢 如果读经的目的是在修界定会 那么你在读经的时候就要预防有人来找你 要预防有人来打电话给你 你估计这部经大概要两个小时多晚 你这两个小时要把门关起来 把电铃拉掉 电话拔掉 那你就没有人打交你了 你这样才行啊 如果当中有人来打线插呢 确实把你修学功夫破坏掉 这个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读经 是求明理 明白金东的道理 这个就没关系 人来了 接待开人 走了 我继续再看 功夫依旧可以 不会简短 所以要看什么样的情况 你这个读经目的何在 我继续再看 我继续再看